主席各位官員各位委員大家好 有請顏代理主委 請顏代理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三件事情請教你 這個新烏日戰的地磚 為什麼在民國95年98年還有100年 哎 才啟用沒多久 這個地磚就換了三次 你們家去家 地磚這樣就要換三次 你這件事情你知道嗎 我知道 這個當初高鐵完成以後 這個烏日戰與高鐵之間的聯絡 是比較一個潛移的措施 所以他 他們跟我報告是 因為是臨時性的所以才鋪了一次 然後呢 再來呢 就是說 工程 施工過程中 沒有鋪的部分再鋪一次 到了100年呢 就因為要全部完成了 把它重新再整理過 是這樣的一個原有 那這樣不是浪費嗎 那為什麼會有磁磚是臨時性的 你上面蓋好以後 才做這個磁 地面才鋪這個磁磚嘛 那才不會說 一個車站 既然磁磚發發了三次 可是 本市接到的反應不是這樣子 欸 這個磁磚 兩年以後 變瘀掉了 變瘀掉了 難看啊 靠掉 你看 材料都是同樣一個 一個建材的股份公司 你有沒有去瞭解 都是它 設計也是它 設計也是那個磁磚啊 那現在那個磁磚 你說 100年到現在 也是 也是翻黑啊 所以沒有按照原來設計的 原來設計的 那樣的一個比較好的磁磚 然後它用比較 比較 差一點 就是要賺那個差價嘛 到底很簡單嘛 第一個 可能是 要賺差價 可能是 我們公務員 對這個磁磚 它的品牌 它的性能 不賣 不賣 啊報商說 啊 這買不 不然這也不錯 好啊 不知道嘛 外行嘛 好啊這個沒關係 只要符合裡面的規範就好了 啊但是 符了以後 一兩年 因為它 沒有防水嘛 它會滲透嘛 滲透了以後久而久之 石磚就變黑了 就不好看了啊 啊有些 比較黑 啊有些 有些 不會馬上黑 看起來 哇不一致 有愛 有愛整個車站的一個 一個 一個觀瞻 那要怎麼辦 大家都認真 翻臉 說這怎麼這麼賣 就是陷入了 又認真 所以我本事 跟你這樣的一個反應 你身為公共工程委員會 這個品質管理 你要去了解啊 你不能說 人家跟你怎麼說 你就相信他 這樣 有你工程會 毀條 當然也是政黨的啊 這個我們去了解 我們派人去了解 你要去了解 不要說 隨便跟我這樣答覆啊 齁 對 然後你那個 那個調查報告再一份給我齁 我再請請問你 這個 南港車站的地磚啊 今年106年10月22號 台鐵三軌 啟用 三個軌道 本來是兩個軌道 三個軌道嘛 欸 就有人跟我說 去那邊以後 哇那個 那個南港車站齁 這個地磚本來是擺的 魚片都是 黑黑的 黑黑的 魚片漆黑 啊你想想看 97年台鐵啟用南港車站 那100年是決定啟用 那104年 高鐵也要 三鐵共共 要用南港的車站 啊整個車站的地磚的品質那麼差 你看那個台北車站啊 不會啊 台北車站外面的地磚 吹風扒進 也是一樣 很好 欸啊為什麼不用那麼 欸為什麼不去參考別人的東西 為什麼 台鐵 在發發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有問題 那鐵公局為什麼會有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我也很擔心啊 啊將來 台中 這個 鐵路高架車站做好了以後 或者是我們原林 鐵路高架做好了以後 欸這個都是鐵公局發發的 啊跟南港是一樣的話 那 對我們 對我們地方來講的話 這樣的一個施工的品質 當然我們會質疑啊 是的 我們去查看到底材料 品質有沒有問題 你不是 你也不可以跟他講 要去查 這個都已經 過去的都已經發生了 那未來 你要去防閉啊 那過去的發生的事情 你要去追查啊 為什麼設計的跟 跟實際施工的 為什麼會不一樣 他的材料為什麼會不一樣 那是不是 有官商勾結 他用 設計的是比較好的 那你實際發發的 那個材料的價格 比較差的 是不是廠商要賺那個差價呢 或者是我們公務員 他本身也了解啊 有官商勾結 這個你都要深入去了解啊 哪有一個車站做了 兩三年磁磚都變成黑色的 因為磁磚都在現場 所以 對啊 這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既然有這種現象 我們工程會就去查清楚 那你要去查清楚 好 那我知道 台中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生理人齁 實在是 都只要導力而已 要土力 要賺錢 暴力 所以我們 我們公務工程委員會 其實你們也是專家 應該要徹底去監督 才不會有失你們的職責 好不好 好 那我再 請請教主委 這個 我們 公共工程啊 在 招標的時候 都有 有所謂的價格標 那你價格標 好 你價格標 你說 這個價格標 如果說 第八成 你只要 找這個差價 就好了 比如說 你是七成 得標的 八成得標 你找那個 講那個差價 比如說 工程是六千萬 那你是七成 六七四四二 你只要 一千 六七四二 只要 一千八百萬 我這工程就讓你做 那我請問你 如果說這個 價格 第七成啊 他得標 要怎麼辦 在採購法裡面 如果 第八成 底價八成 他是可以去考量說 他是不是能夠 承訊履約 假如 機關認為 他不能承訊履約 就可以不截標給他 截標給 他的上一個標 那 現在的工人員 王王呢 就是不喜歡 就是說 他只要他一說明 他就要求他 差價 你也保證金啦 這樣交過來 但是因為他的價錢很低 將來在施工過程中 就是會低價給分包廠商下包 那麼造成下包以後 就做不出來 那麼往往因此而產生 工程延宕停工 解約 造成甚至變更設計 甚至想東想西要追加 這是所不好的一個現象 所以工程會對這個 怎麼樣讓機關的人員 也能夠勇敢的去 結標給合理廠商的價錢 所以我們現在呢 設計一些來 廠商的 一個履歷 那麼他過去的表現 如果都很差的 平均 在70分以下的機關呢 就可以依照我們的 這種整個 資訊系統裡面的 評估的結果 就可以決定 不決定 結標給 結標給次低標 以我過去的經驗 最低標跟次低標 如果差上一層 那這個最低標一定做不起來 為什麼 因為一層的已經利潤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所以呢 如果像這樣的狀況呢 就應該結標給次低標 那所以我們在提供 採購法的一個相關機制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讓機關 能夠更勇於負責 更明確的能夠指揮 你這個是不良的廠商 不好的廠商 然後就可以很自然的 依照採購法可以排除它 讓次低標 讓合理價錢的廠商來得標 好 那 這個東西啊 其實 只要牽涉到人 你的說法 不一定全部是對的 我告訴你 像有些公務員 他就會 預算浮編 浮編 浮編 那公務人員是真的 你那個東西 我相信 但是公務人員 如果是冠山溝結 浮編的時候 得標的廠商 我七成就標到 我就會彈 我就會彈 我是真的說 你算是浮編的 你預算是浮編的 我已經得標了 你說好 你第七成 我有決定 不讓你決標 不讓你決標 你有知道嗎 你去公共工程 去申訴 去書院 書院贏了 又能怎樣 又能怎樣 所以有些東西 不一定說 你這樣的 你這樣就能夠 能夠防閉 像我講的這個例子 我講的這個例子 都是 有的官員就這樣 預算浮編 浮編 東西都要貴貴貴 大家官員 包裝 大家來 真的 真的是有信用的人 欸 我就覺得可以拿錢 我七成就能表到 我能表到 你怎麼會給我廢標 所以我這樣 第七成 所以我告訴你 我是建議說 建議說 只要第七成的 你就是 旅遊保證金 你就加百分之五十 你八成是按照比例 那你只要 好 你是第七成 你如果敢做 好 那你保證金 我就 叫你要 要繳百分之五十 這才對嘛 那真的真的是 真正說 真正說 那人家就要討好 他也不認識 他的品質 他也可以指出公務人 這個東西價格都是 都是貴的 是浮編的 欸你要 你不要說 指說 這個廠商是不好 也有公務人也有不好 我們也有價格資料庫 價格資料庫 全國的統一單價在那裡 所以他浮編 是很容易檢視出來的 所以 有些東西不是你 公務人也不是你那麼 透過第三者的審查 可以把他抓出來 我跟你的建議啊 你參考一下 是 你就是 第七成的 好 你旅約保證金 腳多一點 腳多一點 他如果高高 那就相信 他的信用度 是不是這樣子 是有這樣的一個 你不要說全力都放 放給七成的公務人 第七成 好 我就不讓你決標 不讓你決標 真的 真的有些人就是 真的 信義都很好的 而且 而且都是 大公司的 一大量採購 他可以降低他的 他的價格啊 對不對 這麼好的 優良的廠商 他價格低一點 其實對我們政府的 這個 公共工程的品質 也不是說 不好的嘛 不好的嘛 所以我這樣的一個建議啊 請主委 你看我們怎樣 這個 胡編價錢 其實是可以檢視的 用第三者來審查 那麼可能 在這裡面有的是 設計不實 譬如說 銀幣的部分 那個數量 它暴增了 那這個是不法圖利 那我們 在第三者審查的時候 可以去了解 那這個不合理的決標 呃 七成以下 其實是可以 不給他的 但是如果說 他能夠說 真的我要少賺一點錢 這個case 其實也是 這個 有啦 也是有啦 因為你也接到案子啊 也有接到這樣的廠商跟你宿院 那宿院的以後又怎樣 人家工程都已經花包了 他也標不到啊 齁 所以這個 這其實也有 也有 這樣優良的廠商 他真的 他其實是可以 可以賺到錢的 齁 這個部分 我剛剛建議的 那你就履約保證金加到百分之五十嘛 這我們研究看看 就是工程的一半嘛 齁 扣 把它扣 就是叫保證金把它加高一點嘛 齁